OK,Let's go! 豆腐有红萝卜,旁边还有蘸酱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是正在欧萨卡大阪打工度假的 埃口跟伯赫 这是火锅爽 现在来到福岡玩了 准备吃超有名的莫津锅牛肠锅 那希望打工的这些年可以过得非常充实 不枉30岁的一年 请问马克玛丽,你们有过几岁前必做的事吗? 没有 下次再跟你们分享在USJ打工的趣事 还有中国奥客白白酒 USJ是什么?Universal Studio Japan Yeah, you can link the sheets very well OK,you realize at the first time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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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现在打开这个我们去年亲爱的马克玛丽的快速通关信封 我的写稿地域可能即将要开始了 我们要开始写第二本亲爱的马克玛丽了 好,我来看看 他给了我们冷爸科 农历七月到了 跟你们分享我的灵异事件 哎哟 哎哟,前方高能注意哦 你敢念哦,吓死我了 为什么不敢念 有什么好害怕 有什么好害怕 你念啊,你念你念 有什么好害怕 当年,我是一名坊间补习班的老师 下午上班,半夜下班 那一天是星期二 晚上七点左右,我在上国中阴检班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学生举手说 老师上厕所 虽然我不喜欢课程被中断 但不能不让他去嘛 全班休息五分钟,等他回来 那天刚好是期中考前 有学生带了考卷要我解题 我就拿着考卷在教室的中央讲解 学生的位置啊,贴着墙 形成了U字形 所以我就站在中央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位置 就在我讲题讲到一半的时候 后面突然传来一声 老师 我就转头 可是后面除了白板跟门 什么都没有 学生开始骚动 有人说听到一个阿嬷的声音 也有人反驳说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这个时候上厕所的人回来了 我就用调侃的语气问他说 你是不是刚刚躲在门后吓我们啊 可是学生摇头说 这层的厕所灯坏了 我是去到一楼上厕所的 而且你只给我五分钟休息时间 我没有空在外面吓你啊 国中生的八卦跟好奇心 让这件事在补习班传开了 老板本身是很信鬼神的 便要班主任带我去收金 费用老板出 秉着呢 有便宜不占是王八的心态 我就同意了 收金的地方啊 是在透天一楼的道观 来问世收金的人不少 拿了号码牌 我就跟班主任在一旁等 我就问班主任说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啊 他说Google的啊 Google 闲聊一个半小时 轮到我了 哇,等好久哦 一个半小时耶 收金的道观呢 供奉了许多的神明 主神啊 钟魁 不是别人 啊 神太子 为什么起鸡每次都是三太子啊 到底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怪哦 桌头说 今天降价的 也是三太子啊 但是不知道为何 我刚刚站在桌前 鸡身突然退价 接着呢 用刚才帮其他人问世 完全不同的音调跟姿态跟我说 有一个老的 女的 站在你右后方 你是晚上去哪里玩啊 哼 啊 半夜才下班的 我晚上都直接回家 我没有去哪里玩啊 但更让我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 我从刚刚到现在 我一句话都没有讲 鸡身 你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个声音 是从我的右后方传来的 鸡身说 我晚上回家路上 应该是有桑家 然后我经过的时候 往灵堂内看 看了一眼 哦 我不喜欢 你不是说就是跑跑的吗 我不喜欢 起鸡皮疙瘩 提醒大家真的是 眼神保持知识前方 不要乱看 刚刚有点毛毛 都是运忍住 看到王者桑家灵堂 这三个关键字 我就很不快乐 你看看 我不快乐 我不快乐 双手不能捧纸了 只能捧自己 oh my god 前一阵的我朋友也是 因为鬼月就会普渡嘛 然后他们公司就是 总物就买太多 就是普渡的时候 你买那些纸钱 就是纸钱也有分 烧给神明的 跟烧给好兄弟的 那普渡他们就买太多了 所以就是那天烧烧烧烧烧 真的是烧不完 然后就已经到要晚上了 他们想说 好那我们隔天再烧好了 结果呢 就是我朋友就 好像他们公司搜搜搜搜 然后说好我们明天再来烧 他回家之后 他妈看到他 就问他说 你们公司今天普渡吗 他说对啊 他说你们做什么事情没做完 妈妈这么厉害 然后他妈平常就是会常去 走来走去 然后也是会跟那个 那种游览车会去 的那一种 然后就把那个饰饮讲 就跟他讲说 我们今天就是没有烧 烧不完 他说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在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已经在旁边等了 兄弟们都已经看到钱在那边了 结果没有分完 等着分钱 然后你又把它收起来 大家都在那边等啊 就是啊 现在跟你讲也没有用 你晚上要怎么知道 你赶快有空再赶快烧一烧啦 只要隔天 他之后又找时间去 就是重新 就是因为你普渡一定要摆很多 那种什么桌子啊 要拜啊 然后又重新再拜一次 这样再把它烧掉 你知道那一天呢 玛丽中元节的挑战嘛 就是人家不是有说过 什么拜过的饼干会伦伦 因为好兄弟已经吃过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那一天的挑战就是 我们有拜的饼干 然后你再买一盒 没有拜过饼干 比比看 我们来比比看 是不是真的有不一样这样子 后来那一天呢 我在路上走的时候 看到很多商家 真的就是在拜拜嘛 然后我就突然理解了 有一个科学解释 为什么有拜过饼干 好像比较容易坏 热热的 对啊 就晒太阳晒成那个样子啊 被太阳晒那么久 真的有很久吗 我觉得晒很久耶 他们就是摆很久 大家有时候不是在棚下面拜拜吗 有些人在棚下 但是有些我就是看到 直接是在外面的那种 我觉得 那这个很合理啊 也被晒的那样子 太阳光实在是太强烈了啦 那你信可以寄去了吗 好啦 他说经过灵堂游往内看了一眼 看到人家王者的照片 王者就跟着我走 我跟班主任面面相去 因为补习班附近 他确实有丧事 而我回家就是会经过 我本人也一直有东张西望的习惯 啊 坏习惯了 坏习惯了 机身交给我一张平安符 并且交代我两件事 一 不要去奇怪的地方 还有 二 不要路过丧家 如果非得路过 你不要看 好不好 我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 几天后 我陪朋友去算塔罗 朋友对塔罗老师深信不疑 所以呢 怂恿我说 你也算一下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过程非常不顺利 老师多次的质疑我提供的讯息 不准确 就一直说 妹妹啊 你这样我没办法帮到你呀 我保持礼貌 就笑笑没说什么 跟朋友道别的时候 朋友还劝我说 下次你再跟我来 再来找老师 我没有告诉朋友的是 我从一踏进老师家 我头就很晕 还有 当我把手 放在塔罗牌上的时候 我感觉到那副牌 有吸力 而且通过我的掌心 把身体内的气给吸走 什么意思啊 我整只手都是麻的 回程我就想起 机身跟我说的那两件事 我边骑车边想 这个塔罗老师算是个奇怪的地方吗 如果是的话 给我一点明示吧 结果下一秒 我就在转弯处 看到一户人家 正在办丧事 什么 去城 去城与回城 我都走同一条路哦 没道理 我回城才看到啊 我就打开钱包 检查平安符是否还在 平安符不见了 从那之后 我只要外出 有骑车或开车 我就会在路上遇到丧礼 连去路港老街散步 我转角都会碰到 在高速公路上 也有很高的几率碰到 灵车或是救护车 你是什么啊 地狱里长哦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可是次数真的多到 我会想 这大概是我人生中 必须安装的debuff吧 这是我刚出社会时 遇到的事 随着时间 我发现我每分享一次 这个事件 我外出遇到丧礼的次数 就会降低一些 有可能是我把遇到丧礼 这个debuff 产生的负面情绪 分享给他人 进而宣泄情绪 从而不会那么在意 路上到底有没有丧家了吧 I don't know 如果是这样 希望我写这封信 可以让这个debuff 完全的消失 附上donate 谢谢你们 来自于台南马屁 也是很聪明 这也怀着某种恶意 想说这个地方被念到 更多人听到 那是不是 我们一起共享这些 就是我把这个 放在这个数位数中这边 这么多 每一次有上万人听到 然后是不是 等于是我讲了上万次 那应该我就 再也不会遇到了吧 希望 希望你就再也不会遇到了 马克玛丽 我是高雄的国三生 15岁 算新加入的年轻伙友吧 没错 之前听到你们讲 听众大部分都是台北人 我觉得并非如此哦 好 你是高雄人吗 我知道 进入正题吧 好 国三生的生活 有很大的转变 学校好像都以升学为重型 好像除了准备会考之外 没有事情是重要的 加上我以前 校牌前20的成绩 进入了升学学术班 作业跟上课时间 都比普通班来得多更多 上学以外的时间 似乎都淹没在写作业跟准备考试 这种生活 好枯燥乏味 可怜啊 雪上加霜的是 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我不确定是 生理 还是心理 原本就有高度近视的我 在暑假 闭门苦读之下 眼睛疲劳感十足 酸涩感严重 不时还有闪光 闪烁 看了眼科发现 用点过度 医生说 放下书本 好好休息几天 一直到今天 我一直无法再拿起书本写作业或读书 只要好好坐在书桌前 大概写五分钟 我就想停下我的笔 我的眼睛酸涩感 顿时就会涌入 我不确定是身体负荷不了 还是我心理生病了 对于刻意的厌倦吗 我真的好痛苦 我的人生才刚起步 就停了 我开始在想 会不会有一天 我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 人生不是才刚开始吗 哇 这个真的很担心耶 我的眼睛却像老年人一样 医生还说 20岁以后要开始注意视网膜 怕我视网膜玻璃 再也不见光明 现在的我真的很困扰 我什么书都读不下去了 马克玛丽 升学这条路你遇过什么问题吗 升学这条路遇到的问题 我想应该就是大家都一直在念书 然后怕考试考不好 这真的是最主要的事情啦 或许念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迈入高中生活 不管我是上了第一志愿高雄女中 还是社区高中的自由班都好 毕竟不一定要上好的学校才有好的未来 我只希望我身体健康 我的大好人生才拉起序幕而已 来自于15岁的单三美少女 真的啦 我觉得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只是这个当我们还身体没有出问题的人 可能是不会理解这些 你知道的 对对对对对 有几封明信片 我是小眼睛 然后呢 第一封他在说 我担心研究所口试 因为他口试完 论文还没有改完 可是他月底就要去上班 那现在时间一天一天的过 他就很焦虑 因为修改论文的掌控啊 是在教授老师的手里 可是老师很忙 老师是医生 这种事情在别人手上感觉特别不好受 然后呢 他很快就来了第二个明信片 第二个明信片就是 我跑完所有的手续了 非常的开心洒花 这其中呢 只隔了11天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尺度来看啊 就会觉得 在11天你在担心什么 可是对于很焦虑的人来说 我觉得他应该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 都很痛苦 对都在焦虑啊 那我希望你记了这封信 然后你听到了以后 你可以知道说 真的不需要这么的担心啊 然后他现在呢 要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成为社畜 821就要去报道了 好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挑战 他现在呢 有很多很多的好奇 想知道 接下来自己会怎么样度过 祝我好运吧 祝两位跟重点友 一切安好 平安健康 马克玛丽好 我想要分享我奇妙的同事 Jenny Jenny是一个四十多岁 转职来的 公司规定八点半上班 Jenny到公司已经快十点了 然后十点半就会出门吃午餐 下午两点再回来 五点半就下班 上班时间也是不定时会跑去找警卫先生 或隔壁的男员工聊天 今年原本四月要颁奖活动 Jenny到活动前两天才告诉老板 老板 活动没有人报名 哦 赞哦 老板正好叫Jenny通知 延期到七月 理论上来说 我们都会到处打广告 想办法增加扩籍人数 才会增加报名人数 但Jenny 什么事都不肯做 哇 跟我们的频道一样嘛 到七月只多了四个人报名 跟我们的频道一样 没有做任何什么行销宣传 说来哦来看哦来订阅哦 拜托加入会员 没有我们就是佛系经营的 到了活动前两天 他又去通知老板 老板说 只多四个人 那我们再延期吧 Jenny直接回老板 你又要延期 直接惹怒老板挂电话 到了活动当天 Jenny一如往常大迟到 只有四个人报名的活动 他定了上千的点心 报到时间 Jenny还直接失踪 跑去抽烟不见人影 上千的点心应该是 总额上千 过千 不是上千份吧 如果四人报名定上千份 他应该就是很努力的 想要把公司搞垮 一个是上千元吧 活动整个过程 没有打算控场 还跑去隔壁厂找人聊天 聊到所有学员跟讲师 都找不到人 而且Jenny事前 也没有找赞助人 确认场地 反正人家要收费用 就直接给钱 不知不觉 写了他一些小小的事迹 下次有机会 再分享Jenny 奇怪的疯狂事迹 他后面有说 上一次在太行见面会 我们跟男弄的时候 遇到我 酱母超漂亮 送上六十言 我继续来回我的明信票 我是南漂的城市男子 姓陈的人 我已经完成机车环岛了 明信片是整趟旅程当中 我最喜欢的景点 三仙台 原本希望在裸辞工作之后 可以透过环岛 找到自己下一个目标 但是看来啊 除了遇到很多的人事物之外 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不过台东的海 真的散啦 谢谢马克玛丽 陪伴我漫长的车程 让我整趟都听到 马克一直说 向右转 于第二个路口 驶出圆环 直行 于四百公尺处右转 不对了 8月23号 是我30岁生日 祝我生日快乐 这边这封信 我不太确定 你有没有针对我们救世主 做出一些克制话 已经回应他了呢 我是跟阿普结婚的 淡水田富珍 今天是我们交往的 第十个一百天 一千天啊 今年的七月份 可敬可爱 可圈可点的阿普爸爸 离开了我们 阿普在这段期间 一肩扛起老爸的所有后事 桑仪啊 继承啊 那些等等的事情 不只阿普 还扛起了我们 第二本书的策划 蛤 没有我们 亲爱的马克马云的书 其实都是阿普一手策划的啊 就是他号召 召集重点友说 来来来 帮马克性向那个 故事来分门别类 所以最最最一开始的原型 都是靠他来做的 感恩耶 身为刚嫁过门的媳妇 我真的不能多说什么 只能看着他在亲戚之间周旋 我看了非常心疼 但是 他如果对我很凶 或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还是不想理他 我有一种 你很可怜 那我也很可怜啊 这个心态就会出现 我想知道 我知道婚姻就是要相互包容体谅 但控制情绪真的好难QQ 我们都还是会抱抱跟好好互相道歉 给安慰啦 我只是感叹成家不容易 马克如果你跟卡提拉吵架都怎么收场的呢 欧马猪 苏白痴 卡提拉现在 我现在又发现他有新的进化 就是面对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太好相处一个人 然后卡提拉呢 他现在就是会我说什么都说 嗯OKOKOK 好好好 但他其实根本没有在听 就先说OKOK 对对对OKOK 哦我知道我知道 他根本不理我 那是你在讲建议的时候吗 我在讲建议的时候啊 我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做啊 你怎么会这样做呢 你白痴你真的没有 了解了解我知道了 他现在都会这样 OKOK 好好好 所以就不会吵架了 而且他本来就不会因为这样吵架啊 对啊 只是现在我发现他的招数是这样 下次还是依然顾我 还是照他的方式 我上次不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OKOK我知道 你上次也说你知道 你根本就没有在听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演变到那一部啦 соответ 但是这个是个性上面的问题啦 那 嗯 任性的小公主 因为你已经任性了二三十年了 所以你要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体谅人啊 很有同理心啊 然后变得很温柔啊 这应该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但 不可能一夜之间马上变成那个样子 可是你可以一直提醒自己说 我要往那个地方迈进 然后这个是可以去努力的目标啦 马尼马克你们好 现在早上五点四十九 我是在国定假日想看医生 但是看不了的DM 我头痛发烧 我翻来覆去 睡不着两个小时 我某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 握着耳朵听不到了 我紧急找了一家耳鼻喉科 我填好了关于症状的表 然后被护士带到一个像电话亭的小包厢 戴上看起来很厉害的耳罩 护理人员在门边一边调整耳机的音频 一边仔细询问说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我详细的情形有点记不清楚了 可是他非常温柔有耐心 出来到诊疗室坐上椅子 医生用手电筒往耳道一照 淡定的说 你耳食太多了 我回想一下那阵子 好小哦 确实很常挖耳朵 因为我不敢用掏耳� 我都只能用手 我都只能用手 我当下傻眼了 在医生跟护士意味深长的慈祥表情中 医生帮我一块一块夹出成年的耳屎 好恶哦 恢复听力的那一瞬间真的很感动 是不是会那种 啵的感觉 我不知道耶 而且你要想哦 他不是在台湾看医生 日本看医生 本来就不便宜 哇 所以日本的亚莎西的医生跟亚莎西的护理人员 哇 耳屎要怎么夹 咪咪咪咒什么啊 糞吗 咪咪咒 那天呢 还浪费资源用了很厉害的仪器 所以多花了一笔冤枉钱 踏出诊所 一路上都想找地洞钻 太丢脸了 我大概不会去第二次了 提醒大家耳朵不要乱挖 还有台湾健保 Psycho 来自于不爱吃成药 但现在考虑去买成药的DM 马克玛丽 我是新北的黑猫软堂 我妈非常爱面子 很爱在外面答应朋友或亲戚的要求 超出能力 她也会直接答应哦 哇 打肿脸充胖子型的妈妈 我爸甚至常被我妈的姐妹们使唤 去人家家里换灯泡啊 搬中午啊 接送他们啊 我也常常半夜被吵醒 接到阿姨们的电话 远端遥控我 帮他们下单电视购物或杂事 哇靠 你那些阿姨 有老公 小孩年纪还比我大 却因为我妈就是都答应 我跟我爸成为他们工具的人 我觉得很不开心啊 但是因为我妈是个高压统治的人 我们只能敢怒不敢言 但这一次 我真的是翻脸了 我妈在一个宗教团体里 认识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师兄 这个师兄脾气有名的差 根本没人想跟他聊天 没人想跟他做朋友 但你知道我妈哦 就是那种 我热情 我爱帮助人 但其实他就是想要挑战嘛 越南的人他就想要去收服他 所以呢 他跟那个古怪的阿伯师兄 就一直黏着人家聊天 希望你可以荣誉我们这个道馆哦 他拼命讨对方欢心 让对方真心的把他当朋友 开始呢 两个人离开道馆后 还经常私讯聊line啊 互送礼物啊 互相说 你是我麻吉 我是你麻吉 然后这个古怪的阿伯 看这个麻吉的女儿 就是我本人 他也觉得看得很顺眼 因为别人看到他都闪得远远的 只有我没有闪 在他面前好像很认真在听他讲话 但其实我只是礼貌性 盯着阿伯在讲话发呆 久而久之 阿伯好像就很喜欢我 还跟我要line 照三餐传长辈图给我 我就礼貌性的回个贴图应付应付 但我真的很受不了 这两个老人的友谊表现方式 我私下警告过我妈两次说 你不要跟这种性格太强硬的人走太近 他会没有朋友 一定有原因 我们只是平凡人 别人受不了的 你也会受不了 你不要反骨在那边挑战 但我妈不听我的劝告 她很三八 当着我爸面前说 那种怪人都被我搜狐了 道馆死无前例 我好会交朋友 后来我工作地点换到台北 我跟我妈也不去那个道馆了 所以我就趁机把对方封锁 过了几年之后 有一次我妈去拜访那个道馆 巧遇古怪师兄 古怪师兄就哭着跟我妈说 你女儿都不回我来 我好难过 我心好痛 她还哭了 我妈要求我说 你立刻把那个阿伯的赖 那你家回来 你还要回应人家长辈图哦 不然我给你断绝母女关心 我靠这 你要为了一个外人断绝母女关心 是不是有事啊 这真的是踩到我地雷 我马上拒绝 我还呛我妈说 断绝关心你刚刚好 我早上受够 你都在那边一直闯祸了 警告过你不要跟他靠太近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人已经六十岁了 六十岁的人分不清楚谁在应酬吗 六十岁的男人哭着说 三十岁的女人不理他 他就要哭 你觉得这合理吗 你不觉得要求很奇怪吗 我在农历年跟我妈大吵 我甩门回自己家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答应她的要求 这么多年是我帮我妈宠坏了 一个月之后 回老家发现我妈 怎么会有两只手机 其中一只还跳出我名字的line 我妈办了一个账号假装是我 用我的旧照片当头像 用我的假line跟阿伯 互传长辈图 有必要做到这样 你妈好奇葩 你妈好疯哦 算了啦 我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也不把话说开 反正你没有烦到我就好 反而是这两年 我妈开始厌烦那个阿伯了 但是她现在私底下抱怨 又很生气 她也甩不掉她 但我们不敢戳破我妈的抱怨 因为毕竟当初 果然是你自己招惹的 你自己能怎么样呢 祝大家有个正常的妈妈 付上一百元 这个妈妈真的突破我的想象 极限 而且她又说在家里面她是高压统治 然后在外她要营造出 卑微这样子讨好别人 这到底为什么啊 阿哉 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她 那个感觉很爽吧 那在家里面呢 家里面大家 家里面大家都要听我的话也很爽啊 那为什么不反过来让外面的人都听你的话 我干嘛要放我家里的人 我家里很喜欢 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这个妈妈好奇怪哦 而且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外人 断绝母女放这种狠话 你超怪的 那是我难得收服的 很难的阿伯 是不是在当神奇宝贝玩你 第二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是大猿小懒虫 吓我一跳 现在正在2023年的桃园客家博览会轮值啊 这个客家博览会啊 从8月11号到10月15号 虽然很多典友不是客家人 但都有客家魂 欢迎你们来这里拍美照哟 这里啊在观音伦平 有点偏僻 但是有很美的乡村景色 建议开车来 希望宇宙力量能在博览会结束前 让信被念叨 我要谢谢我的好朋友苏喜 推我入教 也要谢谢上天给我现在的男友 最赞的是 他不但陪我一起听 他还跟我一起变Tim 我是Tim 他是Tom 我们会一起吃汗聊天 下次再说说我神奇前男友的故事 我有信心 一定会成为当周标题的 哎呦 期待哦 这个人哦 黏硬币太黏了 好恶心 马克玛丽你好 我是鼻涕虫虫 再过六天我就要去法国交换了 我将会第一次独自搭飞机出国 并且在语言不通的国家生活 今年过完生日就要二三了 我相信大学严必去交换对我来说 是正确的决定 也感谢父母支持我的决定 虽然现在住在家里常跟我妈起冲突 最后自己躲在房间生气或偷哭 可对他们还是满满的感恩 我觉得我们正处一个不是小孩 也不是大人的年纪 常常会有很多想法 可是也不知道那些想法是否可行 对于未来我很迷惘 充满想法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想祝福我朋友 口水怪跟我自己交换顺利 另外如果刘主任跟猪女士有在听的话 我想说声哈喽 刘主任好 猪女士好 然后她的朋友口水怪也写信一起来 感谢鼻涕虫虫在我大山分手的忧郁期 拉我入教 从此马克信箱成为我温暖的陪伴 我投稿过国差周报 说错话系列 却数次总是落榜 某天在饭桌上 当时正在讨论大学生当家教 该怎么做才赚钱 爸爸就说 学生如果考不好 就要跟家长说要加课 时不时买小礼物 收买学生 下次那个啊 路边啊 路边那些什么东西 几十块那个 跳蛋啊 不好意思 爸爸在说 没啦 没啦 不是啦 扭蛋啦 希望这个真实笑话 能为大家的生活 带来一些乐趣 感谢 祝福我们 交换生活 一切顺利 你们这到底多少钱啊 我看一下 十二十三十四四五十 五一五二 五三五四 五五五六 五七五八 五九六十 六十块 六十块 以及 以及 邮票八块 今天是二零二三的七夕情人节 我像往常一样 一个人想要怎么样庆祝这个节日 看电影 吃打餐 但到处闲晃也没有结果 我就买了纸跟信封 在麦当劳写信 整理一下最近的思绪 前阵子有一场失恋 让我重新面对过去的念头 我要离开舒适圈 我要到想去的城市生活工作 但是想很简单 时机开始动手规划跟执行 让我犹豫了起来 先让我来做个比较吧 然后他画出了表单哦 现况在家乡工作住家里 跟预计去都市工作租房子 生活圈啊 在家乡没有娱乐 没有活动 在都市有娱乐活动可以参加 人际上 家乡同龄人少 优质的男生更少 在都市啊 年轻人比较多 优质男女比较多 可以认识 工作上面 目前还在努力的适应中 可能只能做一样的职务啊 但是都市区 应该比较能找到 有发展性的领域吧 存款啊 去都市工作的存款会减半 心理压力 在家乡工作 好像没什么未来 然后也没什么发展性 不想久待 可是我现在已经做了两年了 然后我27岁了 朋友说 我的职务 30岁以后 就不好换工作了哦 我想要离开哦 要早点下决定哦 尤其如果你想要去都市的话 再来是想要独立生活 我不想再住家里 尤其是有家人要退休了 我不想面对 最后是我想变好 我才配得上一样优秀的另一半 乡下 没什么像样的单身男子 过分 过分 意义 我有意义 这个不用意义啊 的确是这个样子啊 没有吗 就几率上面来说 的确是比较少啊 当然一定会有啊 你比较难遇到嘛 嗯 而在都市生活的心理压力呢 是 我有办法适应吗 如果我马上被开除 我就失业了 怎么办 我想要租家庭式的 我不喜欢一个人住 因为我很寂寞 然后我有担心安全 可是我跟室友 可以相处融洽吗 然后新工作待遇 会不会比现在还差 会不会要加班要很晚 会不会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状况下 我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吗 哇 如果你自己再重新听这一段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是滑坡皇后耶 一直往下滑下去耶 一直想要很糟糕的 不是说 什么事情都把他想到最负面的 就是没有无所畏惧了吗 对啦 对啦 你就想到最负面 然后你又想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去 应对跟面对它嘛 经过这次的失恋之后 我的健身菜单 几乎从全练背 现在加入一些 臀部的动作 为什么要全练背 对啊 他想要让那个背 看起来不要那么厚是不是 不要有圆背 对啊 对对 还是跟我一样 就是比较驼背的那种 加入一些臀部动作 有点曲线 可不可以吸引到 优质男性的 看看我的翘臀 我的背 而且他都只练背部耶 他就是用背 背部 耶耶 我是背影杀手 转过来 吓死你 是这样吗 白气 写的这封信呢 目的是要拉回最近松懈不积极的态度 我要一改过去拖延懒散的恶习 不想让失恋的眼泪白流 我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 陪我过夜 我要对自己说 I'm awesome 我想我知道 眼泪的味道 后眼泪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 打鼓起的时候 眼泪总是拖拖的流 哦换歌换歌换歌 我换了很多首耶 我只听到了眼泪跟 扑拉扑拉的吊 前面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 小微族曲 我刚刚没在模仿小微 刚没在模仿小微 你刚刚是自己 你刚刚是玛丽 Oh my god 跟大家说 玛丽即将有新的单曲问世 敬请期待 真的好烦哦 在精神损害演唱会2.0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到 玛丽除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之后 因为脱单了 因为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身大使了 她要有相应 符合她地位的歌 不是我朋友真的很烦 一直要做新单曲 是钱太多是不是 她真的是很欠骂 有什么好做的 我就已经说 我是古婷二姐 我疯麦了 古婷二姐 真的很讨厌耶 刚刚这封信来自于 N.A.N. 马克玛丽 我是刘百比 想要谢谢你们在我工作时 低潮时都陪我 我爱你们 你们的三观总可以提醒我 原来事情可以这样思考啊 不要问过去为什么 问问自己想要什么吧 但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酷哦 应该就是想要更好的自己吧 这个有点麻烦啊 这个跟刚刚回了一个裸磁环岛的三十岁男子是一样的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出去打工度假 或者是去念书 我会换一个工作环境 是不是这样我就可以找到自己了呢 有可能 但是也很有可能不会 因为找自己这件事情就是 找到自己喜欢做什么这件事情 是真的需要一直不断的问自己跟不断的尝试的 去做去做而不是逃避逃避 写这封信的时候玛丽脱单了恭喜玛丽 我在写信的时候感到我快哭了 结束 对啊 好快哦 感动我快哭了嘛 好久没有收到 这应该看你的笔记是下雨天吧 没错哦 2023的二月我工作大爆炸了 我很心买了新语的机票来台湾 没有规划行程的啦 我一个人出发 这种旅行啊 招来身边朋友的羡慕 台湾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了 这次就地重游 人是已非 我脑内的一个人旅行 好放松好自在 实际上的体验 我一个人没有很放松 从住宿开始我就考虑很久 我要大胆一点住轻旅 还是直接住饭店呢 最后我选了饭店 原因是因为我很焦虑 放假期间我不能生病 要是确诊了 我后面的事就完蛋 疫情后的第一飞啊 好陌生的感觉 一个女生在外真的事事都要小心 我有先告知几位好友 我每天会固定跟他们联络 让他们知道我很安全 也可以不那么寂寞 第二呢 也会给一两位朋友知道我的银行账号 如果呢 我一个人在外面钱不够啊 要用钱 他可以直接帮我转钱 入境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海关也卡了很久 到饭店已经11点了 六天五夜的行程啊 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朋友打给我跟我聊天 每天行程呢 我也都会发给不同的朋友 这次有去参加百灵果的周二夜 有去看了一些展览 有去电台送玛丽一些灵嘴 还有去吃小雀幸 最期待的沉浸式剧场华灯初上 真的太棒了 我其实没有看过这部剧啊 我当天就是一个人到那边 现场好多好多都一群人 进场之后呢 我就在里面乱逛 转场呢 就到处乱跑 我觉得现场体验感非常独特 唯一的缺点是 无法单靠一次 就能完全明白整个故事 优点呢 是我在里面被演员壁咚 因为我不小心挡到演员的洞线 一个人旅行呢 没想象中chill 我好像天天都在累 没在那儿想吃什么 毕竟呢 位置有一个 每天呢 固定的行程是早上赖床的时候 会有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聊天 唯一最放松休息的时候 是从台北到新竹的火车 那一刻真的有放松 我特意去吃小雀幸 真的好好吃啊 总结呢 本来想要一个人出去走走放松自己 结果好像一个人的旅行 没有想象中这么chill 希望这次的经验之后 下次会再改进 下次的目标呢 想要一个人去日本 只是啊 日本要扛那个大行李 找路穿梭地铁 真的好惨哦 不然就明年再来一次台湾 年纪大了 朋友都有各自的家庭 真的不容易找个伴出游啊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下雨天 马克玛丽 今天是2023年的7月21 我人在墨尔本 晚上要去听博恩脱口秀的专场 原本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 毁了 为什么 我的朋友海伦在那一天 买了一支Apple Watch 但因为没有更新 他就趁演出前的空档 处理他的表 博恩进场后 我就想说 海伦应该会放下手边的工作 专心看表演吧 并没有 他一直在弄表 90分钟的演出时间 87分钟都在用表跟滑手机 偶尔抬头帮腔式的 笑笑 然后转头问我一些 他听不懂 可是其实是很基本的段子 当天的场地也很烂 一开始不断有人迟到 然后开门进出 我不懂 为什么不开个后门 或是迟到的人 你就应该要拒绝入场 中间有不断 类似警报器的嗶嗶声响起 后来甚至连灯光也出问题 表演到一半 突然亮灯 我还以为要结束了 但最干扰的就是 在我身旁 不停滑手机 跟看表的海伦 这个真的很烦 亮眼的荧幕 快速滑动的手指 还有看表抬手的动作 都在影响我的观赏体验 我试着病患姿势 避开他的干扰 但没有什么效果 本来想出言提醒他 请他专心看表演 但我想说 他说我朋友 我又要分心跟他说话 又会让我跟不上段子 我就选择隐忍到结束 然而 这就是开战的导火 什么意思 怎样 走去搭车的路上 我们结束了嘛 海伦就说了一些观后心得 这我听的时候 我OS 你真的有在听 博恩在讲什么吗 海伦就说 那你的感想是什么啊 我就老实说 我体验很糟糕 场地差就算了 连同行的你都在滑手机 没看演出 我眼睛被闪得很不舒服 所以还是讲出来了嘛 对 海伦就说 这应该还好吧 我旁边的人在滑手机啊 我就没差 我没有发出声音 也没有讲电话 你被干扰 是你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是你自己的问题 哇 I can't believe it 我的耳朵 我跟他说 不是 你今天如果去看电影 或者是舞台剧 灯光这么暗 你旁边人在用手机 萤幕一直亮 你不会不舒服吗 不会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观影感受跟体验 我觉得没差 不要踢我椅背 或挡住我视线就好 滑手机 我真觉得还好耶 哇 这真的是不行耶 我在这边 要跟所有 在收听马克星星的样的人说 如果你也觉得 滑手机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话 我在这边告诉你 会 真的会 绝对会 请你在暗暗的地方 不要把手机拿出来 你觉得你已经把手机 调到最暗了 那还是很亮 拜托你 你要滑 你就出去 你不要在那里面滑 我就跟他说 可是我的感受跟体验就不好啊 你都到现场看伯恩本人了 你不就是要感受现场的氛围吗 你如果是看一下时间 或回一个重要的讯息 我就可以 可是你几乎整场都在用 可是我都是在回重要讯息 没有错啊 那你当下刚不跟我讲 你跟我反应 我就不会滑啦 总之他最后一直卡在 你为什么不当下 马上跟我说 这点跟我吵 但我是站在 为什么我要舍弃 我的当下 跟抱着 可能会听不懂 上下段子的风险 跟你讲这种基本礼仪 我第一次不顾旁人 在街上跟人对骂 哇 还有那边很偏僻 没有什么人 不知道信被念到的时候 我还会记得这件破事吗 一定会 这个一定会啦 这个很生气耶 我跟海伦 还会是朋友吗 这件事情 谁能问你比较大呢 我只是 想要好好看 博恩讲段子啊 其实这封信 我已经写了两次 第二次 还是很不爽 我还是很气 还是很气 来自于临时迷子 迷路的孩子 好的 的确海伦的问题很大 可是海伦的回应也没有错 就是 那你当下刚不跟我讲 你的确需要当下跟他说 你那个当下不想跟他说 为什么我要牺牲那个 听不懂博恩上下段那个 那其实是你心智的借口 因为你不想要跟他 面对冲突 对起冲突 可是你看你最后还是讲啦 你最后还是会冲突嘛 那既然最后 你既然都是要开欧洲车的 为什么不早点开欧洲车呢 反正既然你心里都会不爽 然后这一段友谊都会出现冲突的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他说 不好意思 你不要滑手机好不好 你既然都是要加入会员的 你为什么不在现在 马上就加入马克星上会员呢 没错 就是这种概念 亲爱的马克玛丽 我是雪花冰 今天是2023 8月14我好期待年底的精神损坏演唱会 天哪你期待值这么高 我真的很怕你摔得很重啊 现在这个演唱会在我脑海中 这很完美是不是 非常赞 靠 出事了 出事了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是一脸错愕的离开当场 这我倒是有自信 就是干 我为什么花钱 然后听这个 干 为什么 但是已经告诉你 就是精神 不要问为什么 精神损害 你绝对损害值会非常非常高 半年之前呢 我向宇宙下订单 我找到工作 现在做了半年 可是碰到了工作上面的小小瓶颈 一个是专案靠我一人之力 有点难产 第二个是老板不满意我的工作表现 这两件事都让我非常的沮丧 不知道你们工作上遇到困难 都是如何调适心情的呢 深呼吸 你在工作上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你工作能力这么强 这 原来不一定强啊 不是因为我们的 就是工作就是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 就是会有很多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 那就是没有办法 即便你脑中模拟了 但是现场可能就是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雪花冰说 看到其他人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真心的觉得 是不是我不适合这份工作 不适合这个领域 我是不是在做无谓的坚持 可是我又很喜欢在做这件事啊 真的好困难哦 你们会有什么意见吗 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 还是应该去充实自己呢 我期待你们的回复 你充实自己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是应该就要一直充实自己吧 对啊 就是我发现就是做QA之后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其实他的问题跟他的犹豫跟他的解答 他们都是不冲突的事情 就是对啊 就是就算你觉得是不是 就充实自己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 对啊 你讨厌你的工作 但把工作做好 本来也是你该做的事情啊 对啊 可是就是因为讨厌说我做不好啊 我是有办法 因为你不喜欢之后 你的情绪就不会好 基本上啊 基本上啊 就是 我觉得你们都不要再B群了 好不好 B群啊 对不要再B群了 B群是怎样新名词啊 不是啊 就是那种爱抱怨 好我不要这个 我不行 我不行 我没有抱怨 我想变好 我怎么会是抱怨 你想变好你就去变好 看你的脸真的好贱哦 他的脸真的很贱 我们要跟大家开玩笑的耶 你想变好你就给我去变好 你不要在那边逼起 你那边 可是我 我被喜欢 可是这个要很累 这个要很烦 可是我 我觉得不就是应该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可是我真的喜欢的工作 就不会这样 Shut up Shut up 我觉得 就是几年前我们在推广 停止用梦想这个词 就是不要再执着于 那个莫名其妙被一些 假正面机器人炒作的梦想 那个名词了 接下来要打击的就是那个 你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 我知道你们就会说 可是你们就在做你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们没有好像就是 我们没有资格讲这句话 对但是这个事情很难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是好狗运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是好狗运啊 好狗运的人都劝你不要这样想了 嗯 嗯 对但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嗯 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讲这一段话 嗯 我们应该要请请谁啊 把自己很不喜欢的事 但是还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些人 他们才有资格讲这些话 我们能讲的就是 追逐你的梦想吧 做你喜欢的事情 像我们一样 那种人真的很烦耶 像我们一样 你明明知道那是低机率 然后你也这样一直push大家 真的是很没水准 做做做这种事情 每天都很快乐 来 你不要你不要再觉得你的工作 我一定要问你带来什么快乐 你的快乐可以有很多条路 你为什么要选择公众那一条路 你为什么只要选择那条路呢 我真不懂 我觉得更多的人是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们很确定的 就只有说 我不喜欢我现在这件事 但你要我去做什么其他事 我又有点难小 就是那那个会比较好吗 会不会那也不快乐呢 那我现在有那个年纪 我转换之后 我真的有用吗 就是又在担心 滑坡皇后嘛 刚刚那一封信 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滑坡来叫我 我最喜欢的名字啦 不喜欢当滑坡皇后啊 不喜欢 在某一个领域上面当上皇后 也是蛮屌的啊 不觉得吗 对啊 就是很多人又会害怕 又会担心 然后你很多 我们不能帮你做决定啊 比如说 我还说要南漂的啦 北漂的啦 刚刚那个城乡的啦 我在那边工作竞争力啊 这个 这你的人生我真的 我连给你建议都没有办法 因为那是你的人生 你的 不是别人的 梦想只有一个 你要找到你中心那个梦想 为他奉献 不要再用你梦想 好啦另外一个是感情的烦恼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谈恋爱了 前阵子遇到一个不错的男生 括号双子座 虽然才见过一次面 但有一小段时间聊天聊得很热落 结果他又突然冷淡掉了 完全被耍了一波 心情有点小不开心 但也没办法怎样 马克说不要问为什么 只能希望自己可以慢慢的不在意 你要擦护唇膏了啦 你嘴唇是不是要裂开了 对啊 你刚刚骂人骂在右边 骂到嘴干你知道吗 你骂到 我面信跟骂人有多真心 我做马克新疆 骂到嘴唇啊 我疼 他骂到 我跟大家说 大哥 你嘴唇在流血吗 吵架王 大哥你治愈吗 他说马克新疆真是一个好棒的树洞 每次写完这些 很难对身边的人开口的话 心里就会轻松一点了 我要再次向宇宙下订单 亲爱的宇宙啊 请让我的工作一切顺利吧 问题都迎刃而解 成为对自己骄傲的那个人 往财富自由迈进一大步 另外 请让我喜欢的人 也刚好喜欢我吧 让我们成为彼此的依靠 也是最支持彼此的人 包容尊重 并深爱着对方 你刚刚眼睛撇哪边啊 好不专心在念信 我超没灵魂的 不是啦 你知道 就是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对马克信箱是好棒的树洞 因为你写完了这些东西 你好像心里面就放下某些东西 但我就要建议你 你不要再写信来 因为你把 什么意思 因为你把马克信箱当作一个逃避 逃避你去面对你真实的人生 你把这些时间拿去真的去充实你自己 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困惑 可是反而你选择用来写信给我们 然后写信给我们 你心里就会好过一点 有些人呢 比较常见的选择方式是打手游 看剧 放空 对划脸书 或是划IG这样子 这些都是在逃避自己人生重要的事情啦 如果你把马克信箱当作是一种逃避人生 我就觉得 有点可惜 然后听了你的宇宙订单 我也觉得 等一下 对不对 订单只手画脚的啊 对啊 你真以为自己叫主啊 那我来说说看 我听完以后 我的订单是什么好了 好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 然后不会遭遇到任何的困难跟阻碍 然后也遇到一个懂我的人 可以无条件的支持我跟金元我 让马克信箱每年呢 都有用不完的钱 他直接就投个两亿给我 谁要投两亿啊 之类的 就是我听完的 你的宇宙订单会这样 就是 离谱 你中间付出了什么努力呢 当然你可能觉得 努力我不需要讲啦 我的订单就是 我希望这样嘛 你讲那个 你这个破嘴鬼 跟我在那边讲个屁 破嘴鬼 怎么连幕还都这么可爱 破嘴鬼 我还是希望 就是下订单是一个仪式 可是重点是 不是因为你下了订单 所以订单会成 而是因为你下了订单之后 你有目标 你有那个努力的地方 努力的方向 那你前面有说到 你的工作上面有一些阻碍 然后你的订单说 我希望工作一切顺利 然后问题都迎刃而解 那问题要怎么解 就是你要成长成 可以把问题解开的人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啦 最后最后他要宣传 他的斜杠日本代购IG 啊 这么突然 M-O-E-M-O-E 底线 Select Moe Moe Select 我看你还有没有在经营 这个是刚写来的 一定还有在经营啊 这很新的信 他如果一个月就没有在经营了 这个有点夸张吧 有兴趣的朋友 只要说是听马克信箱来的 都可以折50元哟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来自于雪花冰 斗内了100元 诶 它在代购咒术回战题诶 可是在台湾不是会出吗 对啊 日本 嗯 我看一下 诶 对 在台湾会出诶 马上要出咯 嗯 哇 龙帽很可爱诶 我逛起来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还有个逃避就是 你看各式给他的代购 天哪 那是真的好看 他们的线东都变好细一条 要不然发超多照片 你看完这件代购 再看下一件代购 再看下下一件代购 你一直在看你的时间 就都不见了 马克玛丽还有点文大家好 我是2018年33周 跟2019年25周 那两集当中的柚子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四年多了 到现在还是很感谢大家的鼓励 真的由衷的感谢 经过这些年 我努力的工作存钱离开家了 现在一个人租房子 住在工作地点附近 假日的时候会回家 奶奶已经过世两年多了 自从奶奶走了之后 我爸爸的情绪好很多 他开始害怕孤单 也变得比较不会跟我妈起冲突 但还是一个很烂的个性 什么都看不顺眼 觉得我跟我妈都是来花他的钱的 但我爸特别喜欢我哥 前几天我爸喝醉 许跟我说了很多话 大部分都是抱怨 又一直说只有我哥懂他 其实他不知道 我哥就只是想分他的财产而已 我爸的手机 手表 都是我买给他的 我自己都没有用那么好的东西 但我了解 不得宠的孩子 都是这样的 你不管怎么付出 都是没用 没错 我哥也已经搬离家里 他们一家四口 住得离原生家不远 所以小孩子幼稚园下课 还是我妈去接回来照顾 喂吃饭 洗澡等等 我哥下班就回原生家里吃饭 打包便当回去 可是我哥都没有帮忙家里任何的家务 或是买菜金补贴 还把我妈的癌症保险金50万 拿去玩股票 都没有拿出来 但至少他一家没有在家里让我妈伺候 我觉得就很好了 最近我妈妈已经取消重大伤病的身份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可是我妈目前还是没有离开家里 依旧在服侍我的蓝鬼老爸 但我真的照着我当初的蓝图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我自己买的房子下个月要交屋了 虽然是间小房子 但可以给我妈妈一个避风港 我这里永远是我妈妈的家 虽然一个人扛房贷很辛苦 可是我会努力加油 不管怎样都要撑住 再次感谢大家的安慰跟鼓励 我更感谢马克玛丽 还有素妹品声的大家 给了我最大的力量 让我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终于可以骄傲的带着妈妈 离开那段心碎的岁月了 来自于柚子 哦 今天呢 是马克信箱蛮特别的一天 因为呢 我们以这个上满可以听的频道之姿啊 出席一个蛮酷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是YouTube找我们 然后找了六组YouTuber吧 主要呢 是要对广大的企业 媒体 广告商 广告主 然后告诉品牌们说 你看YouTube这个平台很赞哦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创作者哦 然后我们是其中的创作者之一 所以很开心YouTube可以找我们去参加这个panel 那其实YouTube在这一两个礼拜之间呢 他们租下了星光三月A9 然后做了一个YouTube的展场 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报名 然后这个报名呢 是非常沉浸式的 然后一个时段呢 只会接待好像20还30个人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密室游戏在玩啦 就是会有人要专门告诉你说 哦 这个我们YouTube做了些什么东西啊 现在有什么新的功能啊 那大家可能平常都在用YouTube 然后听YouTube 看YouTube 可是不知道呢 还有什么更多其他的 或是有认识更多 其他的YouTube的功能 或是你可以怎么样去玩 也欢迎你可以去看看啦 重点是希望大家也可以 有空的时候 多帮我们分享马克信箱 或是我们各式各样的小影片啊 空空想啊 邮寄也好啊 你有看到喜欢的 帮我们分享在线东 一小段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 马克信箱 这就是最暂的 那今天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来留言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来到本周马信救世主的时间啦 轻点叫不支持罪人一号 感谢救世主法基因 加开再加开 让大家都买得到哦 救世主IDwatch FBIG搜寻 IDWATCH 让那些说不出口的心里话 用IDwatch来感动它吧 台中市南团区永春东七路 629号2楼的油火锅 有故事的食材 邀请你把台湾的幸福吃回来 星空板娘千千 私讯我私人的IG DOTDOT.LIN 有韩货商品幸福优惠哦 西西铜锣烧 卖场输入 Marcy666 限折40元 就算一颗也可以折哦 IG脸书搜寻 西西铜锣烧 卖场连结就在自借哦 来自持教练的健身小tips 生活中可能有听过某个长辈或家人 因为摔了一跤骨折啦 其实这是有办法透过重训预防的哦 因为重量训练 除了增加骨质密度 让骨头变硬之外 在训练下肢蹲累动作的过程 也会提升对重心的掌控能力 变得比较不容易跌倒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私讯IG AA90092TS 如果是询问一对一课程的话 报上点有 另有优惠哦 林真果行的中秋新品 浮满高尚市啦 现在大道成门市 有限量的试吃哦 鸡汤吧 还有新鲜救世主糖果说 帮阿辉哈一下 一切平安啊 想要学唱歌的朋友们 IG脸书搜寻 许立杰ZJ 点有有小优惠哦 经满堂黑糖冲泡饮品 现在加入会员 首单免运 不买可惜啊 接种带状泡疹疫苗 请下新北市泰山区康泰诊所 02-2297-5888 2297-5888 洋老板 软妈妈 安安 眉毛大师 简佩银 圣普 还有围热 签到 上PinkCoy搜寻 爱朵儿 点有折扣码 Immorsey We Trust 有七五折哦 花朵 可爱动物的扩箱石 浪漫的花衣跟卡片 都在爱朵儿 Usox好啊 需要袜子 就上虾皮搜寻 WOOSOX 点有专属的优惠码 请输入WOOSMKMR 开放力万岁 591专业燕屋 LINEID搜寻 at728 英文的EVCUN 报上点有 有甜甜价哦 S23U 追星饭拍神器的租借 IG搜寻 S23URENT 私讯点有 也有专属优惠哦 双合校权 选择连续扬压呼吸器 为自己的睡眠跟工作品质 注入新的活力 丹宁签到 Keep Truths 正努力打造 最强的反诈骗平台 到手机的APP商店搜寻 反诈骗社群 安全 准时 超级可靠 即可预约 IG的ID Taiwanese 底线 Store 体验卓越的 机场接送服务 超好用的日常万用布 豆布 Dobo 签到 整个9月 输入点有专属优惠码 MARCY 全部的商品 88折 Accessories by Leaf 回家作业 IG搜寻回家作业 叶子的叶 让你把花园带着走 抱上点有 有最新的优惠哦 霍比林 好久没留言了 我们一直都在啊 霍比林是最棒的集运商 爱你们 达菲斯 新竹大圆摆 有独家的阔香花 IG搜寻 DEAR 底线FACE DEAR FACE 台南的朋友叫过来 脸书或IG搜寻 MTS 健康运动空间 让我们陪你一起运动 达成目标 抱上点有 有优惠价哦 哦 有一个没有留言的救世主说 马克玛丽喜欢吃蛋黄吗 蛋黄沙沙的好不舒服 玛丽是吃啊 我是不吃 我也觉得蛋黄沙沙的不舒服 听马兴很久的Sun and Rick 中秋节要不要送送猪肉干啊 可以在IG Facebook 或是虾皮搜寻 猪猪零食小铺 抱上点有 另有优惠哦 房产的是母士康 LINEID搜寻BIO7040 房产詹姆氏 让你少迷点路 黄邀请大家 一起守护宝贵的野生动物 请搜寻 金门野生动物生存计划 桃圆阿强 人类36号签到 以及 大号 我们的名号是 该来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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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